今天上午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成功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大会并致辞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发表视频讲话 中美政商学各界代表参加 王毅国务委员在视频讲话中通两国各界一道 回顾中美破冰立场 总结历史经验 启迪前行之路 王毅国务委员指出 准确把握上海公报精神 有助于我们看清楚 中美关系为何能够荣兵嚣张 弄明白中美关系怎样才能砥砺前行 历史告诉我们 顺应时代潮流就能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 坚持求同存异 就能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 坚持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就能为中美关系构建起真正的护栏 王毅国务委员详细阐述了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指出台湾问题的事实清清楚楚 一个中国的经纬明明白白 历史不容篡改 是非不能歪曲 美方应该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源本意 恪守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 承担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 停止虚化 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行进 停止策划以台制华的图谋 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 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台海 和平稳定 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王毅国务委员并就落实两个元首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提出四点主张 一是要坚持一中原则 夯实中美关系政治基础 二是要坚持相互尊重 把握中美关系正确方向 中美关系的主流应当是合作 以竞争来定义是以偏概全 三是要坚持合作共赢 促进中美各自发展繁荣 四是要坚持大国责任 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 正如王毅国务委员指出的 中美关系的大门既然打开了 就不应该再关上 世界既然走出了冷战 就不应再降下铁幕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从上海公报中汲取更多智慧 以两国援手中要共识为指引 努力找到新形势下 中美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 努力造福两国 汇集世界 编辑 吉他